台南火車站前的鐵道大飯店 是網路上流傳已久的鬧鬼飯店 雖然飯店外表看起來老舊 但因為交通方便 價格又便宜 還是有許多人入住 謠傳說 這裡曾發生火災跟跳樓事件 在地的台南人也都知道 這間飯店不太乾淨 除了磁場不好外 進出的人也很複雜 有人說一進房間就聞到很濃的K味 甚至還有別人叫的小姐 跑錯間來敲門 還有些人一進房間內 就感覺身體不舒服毛毛的 嚇得立刻退房離開 在通靈少女中扮演學姐的謝祥雅 也曾在這家飯店遇到女鬼 從小就有靈異體質的她 進到房間後先去上廁所 結果散到一半死看到 有個全身濕透的長髮女子 從浴缸裡爬起來 燕森還很凶狠的瞪著她看 嚇得她立刻要求經紀人 換別家飯店投訴 還有人跟朋友在房間內玩 後來當她準備睡覺時 浴缸傳來水聲 以為是有人在洗澡 但是她發現浴室沒開燈 好奇的她走過去查看 卻看到有個人坐在浴缸旁用水摸手 更詭異的是 她發現所有人都還在房間 而這間鐵道大飯店 鬧鬼鬧最兇的是在14樓 有名都長龍大學的女學生分享 她住飯店時遇到的親身近隸 那天她跟室友去看電影 看完後時間太晚來不及回宿舍 決定住進鐵道大飯店 因為之前有跟朋友住過 沒發生什麼事 所以也就很放心的前往 她們在進入飯店後走向櫃台詢問 住宿嗎?請問幾位? 呃...我們兩位 那總共是780元跟押金100元 嗯 這是我們的早餐券 然後房間是1401號房 從這邊過去的電梯上去 其實我不太喜歡14號這個數字 我也是欸 而且我也不喜歡住在高的樓層 不過這也沒辦法 因為我們太晚來入住了 電梯到14樓後打開 他們開始尋找1401號房在哪 後來找到是在往左手邊 走然走到底的倒數第二間 進房前就如往常一樣的 先敲門並說聲不好意思打擾了 然後開門進去 當她一打開門瞬間都看傻了眼 紅色的老舊地毯鋪滿整個房間地板 房裡面還有張桌子跟沙發 就像是個大客廳 讓她更感到奇怪的是 當她要進來才轉開門把 還沒推開門時 門就直接打開了 而且門自己慢慢的開到底 然後整個貼在牆壁上 雖然這讓她心裡感覺怪怪的 不過想說應該只是螺絲鬆了才會這樣 所以也就沒太在意 之後當她走進廁所發現 裡面的空間比臥室還大 大到讓她有種窒息感 而在洗手台斜對面的地方 放著一個奇怪的溫度計 感覺這裡以前應該是三溫暖 後來檢查馬桶水也沒辦法沖 更扯的是 連房間電話也打不出去 這房間可以說詭異到極致了 讓她跟室友都說不出話來 由於忍受不了這種氣氛 她跟室友就刻意說 那我們先去買東西吃好了 然後一離開房間 他們就立刻跑去跟櫃台說 廁所馬桶不能沖水 能不能換房間 櫃台小姐表示 等一下會請人上去看看 他們一聽趕緊說 那個房間太大間了 真的不能換房嗎 你是說房間太大間嗎 對太大間了 後來櫃台拿了1412號房的鑰匙給她 她心想怎麼又是同一層樓 雖然感到無奈 但是現在已經半夜12點多 也沒辦法再另外找地方住 無奈的他們只好回到14樓 不過當他們打開1412號房的門 就感覺明顯的不同 是種令人舒服的感覺 這讓他們都放下心來 開心的看著電視吃著東西 一直到3點的時候 嗯...難免嘛 飯店都是這樣的 有半夜不睡覺的男女在做害羞的事 他們倆互相看了一眼後 然後笑了一下 但是好像有別的什麼聲音 像是一對男女在吵架 而且還吵得很兇 吵到他們都不敢發出聲音 後來還越吵越激烈 那名男子會不會把女生殺了 擔心的他們 很緊張的要打去提醒櫃台 只是沒想到 當他拿起電話後發現 電話一點反應跟聲音也沒有 但電話的線都還插著 怎麼會這樣 就在這時 吵架聲突然安靜下來 什麼聲音都沒了 這讓他跟室友害怕的整晚都沒睡 到了隔天早上 他們搭最早的火車要回學校 在他們等的火車要來時 列車時刻表突然熄燈 車站接著開始廣播說 由於軌道發生死傷意外 班次演後 搞了很久 終於回到宿舍 一躺在床上馬上就入睡 醒來後他有點好奇 這家飯店有發生什麼鬼故事 就上網開始搜尋 當他看到一篇文章後 認了許久 全身不停的起雞皮疙瘩 因為那篇文章 說的就是1401號房 有名叫Gino的網友參加設計比賽 順便跟組員在台南玩兩天 當他跟副組長在大廳跟櫃台談論價錢時 有個老婆走過來 櫃台對他說兩個小時嗎?200元 老婆點頭給錢後 拿著鑰匙搭電梯上去 過沒多久 老婆從電梯下來 旁邊還多帶了一個年輕女子 這讓他看傻了眼 開房間開得這麼明目髒膽 可見這飯店 手機突然響起 是陪著上去的男主員打來的電話 喂Gino媽 女生們在問你 這房間前有什麼禁忌? 就先敲門 然後說聲不好意思打擾了 這樣說就好 別太緊張 對方說了聲好後 掛了電話 過沒多久 電話又打來 喂Gino媽 他們說房間有問題 要你趕快上來看看 聽到這要求讓他有點愛怨 因為自己的特殊體質 結果被當道士看 像是要他上去收服妖怪 雖然心裡無奈 但他還是立刻搭電梯趕往14樓 房間是在走廊的盡頭 也就是風水學中所稱的路衝 女主員們都在走廊上 害怕的渾身發抖 這房間很奇怪耶 感覺很不舒服 入口的燈又不會亮 他沒說什麼 先敲了門 然後說聲不好意思打擾了 之後打開門 一進裡面就兩隻阿飄衝過來 一隻是上吊的 一隻看不出來怎麼死的 雖然他心臟夠強 但也是被嚇了一跳 還好在他們快接近時 身上的護身符發揮作用 後來當他了解狀況後 有種想揍人的衝動 已難怪那兩隻會那麼兇 因為女主員是先打開門後 才打電話問有什麼禁忌 之後他走到裡面看了看房間後 就像不敢進來的女主員說 這間就讓我們男生睡吧 你們去睡1438號房 當事情處理好後 他跟另外兩名男主員入住 欸俊龍我覺得這裡不太對勁欸 將就點吧 畢竟一晚才330而已 如果換別家我們就沒錢了 他沒解釋原因 反正會出事的也只有他 為了讓他們可以安心 他把身上保密的護身符給他們 雖然他今天跑了一整天 身體已經累了 但因為有喝咖啡 讓他失眠睡不太早 更何況躺在床上眼角的余光 看著站玄冠娜的兩位好兄弟 也很難入睡 時間來到凌晨2點 他閉上眼睛強迫自己入睡 但一閉上眼睛 門口那兩位好兄弟 就立刻衝過來壓在他身上 近距離看到上吊的臉懸掛著 舌頭還落在右肩旁邊 那感覺不是恐懼 而是噁心到想吐 他破解一次鬼壓床 要花三分多鐘的時間 但是當他破了後 一換姿勢又繼續被壓 然後就破了再壓 破了還壓 你想壓就壓吧 老子不鳥你了睡覺 唉被鬼壓床就算了 還都長得不好看 如果是倩理幽魂那該有多好 無奈的他閉起眼睛 想忍著他們的領略 後來在半睡半醒之中 看了手機顯示的時間 凌晨3點半 感覺空氣變得更冷了 張開眼睛仔細看了玄關後 他說不出話來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那裡多佔了四個人 而且裡面還有個利鬼 難道鬼壓床還有在揪團嗎 如果沒判斷錯誤的話 那四個一個是跳樓的 整個摔得稀巴爛 如果不是頭還剩一半的話 還以為是團泥巴 另外兩個外表看起來普通 沒辦法判斷 而最後一個最陰的利鬼 有可能是喝龍藥 或是吃安眠藥 是個30多歲的女子 手裡還抱著嬰兒 只是肚子全都爛掉了 而這隻最兇的 讓他感到很頭痛 值得慶幸的是 女子一直在玄關納人笑 沒有走過來 其他五隻則輪流鬼壓床 不然就是在床邊晃來晃去的 因為知道原因所以不太害怕 只是讓他氣到想吐血 因為睡在旁邊的組員 在他被鬼壓床時還狂打呼 讓他很想一拳坐下去問他 肚子上做了一個上吊的 難道你都沒感覺嗎 貝搞到五點多後 他受不了了 因為凌晨才回來 所以還沒洗澡 在破了一次鬼壓床後 他就跑去洗澡 結果當他洗完頭髮 又拿沐浴爐時發現 那女子坐在洗手台上 一邊看著他 一邊哄著小孩 發現後 他全身瞬間起雞皮疙瘩 平常要洗40分鐘的澡 那天只洗了15分鐘 時間在快到6點時 他們終於全離開了 他鬆了一口氣 被折騰了整晚沒睡好 叫請大家後拿回護身符 他感覺也好多了 上次碰到利鬼 是在銀杏的乘風 不過還好沒有冒犯到他 而這次只能說自己倒楣 別人冒犯的去讓他背黑鍋 事件就介紹到這裡結束 如果你有遇到什麼靈異事件 想分享給大家聽 也可以投稿讓迷上癮幫你分享 想看其他靈異事件 有其他影片可以看看 不想錯過最新影片 在離開前也別忘了訂閱 跟打開小鈴鐺 感謝你的收看Mai